好来我们做这一份suspidic taskmodel plus pd3.2 然后它这个是第三份第三set是第一课到第13课的 然后它这个呢它有number sequence 20 然后减14我知道它重复了加6 ok好然后它要debug term 所以我就继续加6再去用加6它会变成4 1622所以它答案是b22就是这样而已 你看我在这一边我有negative 20加6 然后它变成减14加6 然后减8减2 410 16 22 所以它答案是22 当然你可以用另一种方法 就是你的这一个前一个是什么 它前一个是减26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我的tn呢会是等于减26加6n 然后n等于123 然后这一个呢是减20减14减8 然后它会是等于减26 然后加 ok6乘1 6乘2 6乘3 这样 ok 所以它就一个变成减26加6n ok 所以我的t8呢就会变成减26加6乘8 68 48 然后它变成22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negative 26加6乘8 然后拿到是22 所以它答案是22 好 来 现在在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hub cylinder 然后它问哪里一个是它的net 就是它的展开图 展开图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想象它是呃两个半圆 然后两个长方形 这样 ok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b ok 你用心里想象一下这个是它底部这个上来 然后这个curve上来会变成它的那个弯曲的 这个是它curve 的surface来的 ok 可是它打开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长方形 所以它答案是b ok 好 好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呢 然后它这个会变成a2-6ab加9b2加6ab 所以它剩下是a2加9b2 a2加9b2 ok 在这一边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的 我的这个a-3b的square 我为什么可以很快的就变成 那个 呃 a2-6ab加9b2 ok 然后 在这一边你看我用manual的做法的话 它会变成a2-3ab-3ab再加9b2 所以它就会变成a2-6ab加9b2 然后我自己本身的做法是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前平方a的square后平方-3b的square9b2 前后两倍2×3-6ab6ab在中央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好 来在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regular pentagon regular pentagon就是五边都一样 然后它的外角也会一样 它的外角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直接360度除以5 Pentagon的话 它的n会是等于5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72度 所以我的这一边360除5 然后它会拿到72 所以我的x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180度减掉两个72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180.2×72 然后我拿到的是36度 所以我的x等于36度 所以它的x会是等于36度 所以答案是D 好 在这一边 它给我们这一个东西 m等于这一个 它要express ns的subject 所以我乘这个上去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 m乘3m-1等于3 跟它乘进去 我就有3mm-m等于3 然后我就有3mm等于3加m 我把这一个帮过来 然后所以我的m等于3加m除3m 所以它这一个的答案是B 好 这一题呢 它其实还有另一种做法 它另一种做法呢 就比较麻烦 它就在这一边 它的3m-1会是等于3和m 我把我的这个m乘下来 这个除下去 所以我的3m等于3和m加1 然后我这一边我要的是 呃m而已嘛 所以全部都要除3 不过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不过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个分母是1 我都乘m乘m 让它变得一样 所以它变成3加m 所以我的m等于3m 这个方法我觉得会比较麻烦 我觉得第二个方法会比较容易 但是重点你是要看它给的答案的选择有哪里一些啦 ok 然后你就再来决定做哪一方 然后在这一边呢 the two dice are wrong obtaining two numbers with a sum of 6 this is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m so它在这一边加起来会是6 它就1加5 6 2加4 6 3加3 6 4加2 6 5加1 6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3 3 ok 0 6不可能有了 ok 然后15 24 33 4251 所以它答案是 C5 ok好 就是这样 VEDVEC 所以它答案是VEDVEC 然后我看它的答案是VEDVEC 对了 ok好 好来接着我们看第七题 然后 这一边是一个圆圈 它问哪里一些是不对的 OMR是90度 这个是正确的 PM等于MQ PM等于MQ 对 因为它垂直平分 ok 所以这个是对的 然后 OS等于OR OS等于OR 也是对 这个都是VEDV 所以这个是对的 然后 那么SR等于PQ SR 等于PQ 没有 它没有告诉我 就是说我的OM 有没有等于我的OM 然后这两个的长度一样 这样这两个的长度才会一样 所以它现在 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 不一定对的 OK 有可能对 也有可能不对 然后前提是我的OM 有没有等于我的OM 我不知道我的OM 等于OM OK 所以我不能够确定它是对的 但是我的OS等于OR的这一个部分 我的OS等于OR 这一个都是我的 radius来的 这一个是我的 radius radius 这样 OK 好 来 在这边我们有一个Cartesian plan 然后PQR S会变成一个square Square的话就是正方形啊 然后在这一边这样三格三格三格这样 OK 所以我的S就非常简单了 S向前走1向上走2 12 所以它答案是12 所以它答案是B 12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的答案是Db 来我看一下它的答案是Db 对的 好 在这一边呢 Q是19 是midpoint of straight line of PR 然后P是这一个 它让你找出它的R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 减1 4 你就心里想哦 它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OK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然后它在这一边呢 这个是我的P 是减3 4 然后我的Q呢 R呢 Q是 Q是midpoint的 19 然后我的R呢 会是 我给它 XY 所以这一题呢 它有两种做法 如果这个是objective的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 不用去想到这样辛苦好的 我们就直接用那个 完臭的方法 OK 如果它是objective的题目啦 objective的题目 我们可以做这种完臭的方法 完臭的方法是怎样的 用translation 平移 你平移两次 你在这边减3这个向前走4 然后这个也向前走4 所以减1加4 等于5 所以这个 是5 所以它答案是D 这样 然后过后呢 4 来这边向上走5 向上走5 所以我的Y呢 会是 等于9加5 等于14 14 对了 OK 可是标准的做法应该是 X加 减3除2 等于1 所以 X减3等于2 X等于5 然后Y Y加4 除2 等于9 Y加4 等于18 Y等于14 这样 所以我的这一个 R呢 是5 14 首先我 Let R 是 XY 这样的一种做法 这个是标准的做法 然后其实刚刚那个是用来检查答案的啦 所以这个是16-X2 它要你找K 然后就是说 我的这一边 它是 这个是XY X等于K 那是Y等于0 所以0等于16-K 所以我的K Square等于16 所以我的K 等于加减4 16 等于加减4 OK 然后 就是说它在这一边 它是40 然后这个是减4 0 所以我的K 会是等于-4 B 这样 OK这个是它的root 然后在这一边 它是Straight line 然后它叫我找Gradient or PQ 我们知道Gradient呢 是 高 除以它的 宽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它会变成一个 直角 三角形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它的高是3格 它的宽是6格 所以它是3除以6 1 for 2 所以它的答案是A 高除以宽 A 所以它答案是DBA DBA So它的这一个的答案是 DBA 对了 OK 好 好来我们接着看第12题 So Gary呢 加它罗里 它的speed是这样 From M to M 然后90km OK 回来的时候呢 它用60km per hour 然后 For the whole journey OK So这个是来回的 OK So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在 这一边 它是M 去M 然后 它的speed 去的时候是90km per hour 然后它的distance呢 会是等于90km So我们要找它的time的时候呢 它是speed over distance TimeE等于speed Distance over speed 弄错了 所以它是Distance over speed OK 我们用那个停滞卡 在这边 DST 我要找T的是DBA 所以它是90除90 所以它用了1小时 所以我的timeE是1小时 然后我的distance2呢 会是等于distance1 90km 然后 可是它的speed2呢 用了是 60km per hour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可以找我的time2 我的time2是distance2 over 我的speed2 所以它是90除60 然后拿到的是1.5小时 So我的average speed呢 是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So total distance 甚至90加90 Dotal time呢 是1加1.5 所以它是百八除2.5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180 for 2.5的话 我拿到的是72km per hour 所以在这一边 他拿到的是 72km per hour OK So有一些学生 他就90加60 除2 So 50加60 然后再来除2 他是75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75 因为他题目不是这样来做的吗 OK 他应该是要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这个是他的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这样的东西 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 他要的是6x 我们知道 那一个 啊 a per xy 等于a per x 的那个graph呢 是这样的 如果我的a是positive的话 然后如果我的a是negative的话呢 它是在 另外的一边 另外两边 这样 这个我的a是等于negative的 所以 他的这一个的答案 就是 D OK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的答案是cd 是23 是cd 23cd 对了 OK 好来我们接着看第14题 然后他要我们找gradient of 1 高手的话呢 他知道这个是我的x intercept 这个是我的y intercept So他的gradient是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等于-6个3 等于-2 OK 然后如果你讲 他说我不是高手 怎样 我这边这个是向前走3 向上走0 向前走0 向上走6 所以我的gradient是y2-ye 0-6 除 3-0 所以是-6和3 等于-2 所以他答案会是等于-2a 好 接着在第15题这一边呢 他说 parallelogram 90度 anti-clockwise about g 哦 这一边 这一边这个是我的点 然后 90度 逆时 你看这一边他向前走123和12345 然后我就向 横走12345 向下走3 所以他答案会来到c so 横变直 直变横 你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就是横变直 直变横 就是他向横走3步向下走5步 变成向横走5步向下走3步 这样 所以这个答案是c ok 当然更简单的话呢 是你用圆规 你插在那一个g这一边 然后你开到那一个 r 然后转一圈 ok 这个是你用圆规的情况之下 ok 好 然后 我这边要用圆规很麻烦我 说不到给你们看 你们知道就是说圆规插在g 开到r 转一圈 这样 然后这个是90度逆时 这样的一种做法 甚至是有老师呢 会讲 你画一个长方形 然后 这个长方形呢 你再让他去 90度逆时 像 他是90度 逆时 变成这样 来到这一边 这一个 ok 所以他就变成这一个 你看 这一边 这一边 这样 很多种方法啦 我觉得 用圆规来插的那个最容易明白 但是 在电脑很难的画出来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说有一辆车 他增加了速度从这个到这个 再降久的时间 他让你找acceleration 我们知道a是b-u over t 或者是我讲他是m-start over time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这个是我的start 这个是我的end 这个是我的time 所以他是80-30 除25 所以80-30 50 除25 所以他是2ms-2 所以他答案是b ok 好 所以我的答案是acb 14题开始acb acb 对了 ok 好 接着我们看第十七题 a letter is selected random from the word moderation outcome is not possible vouvel k-a-e-i-o-u 有吗 consonant 有吗 m-l-y-s 都是consonant s selected 可以啊 然后t 他都没有t 所以他不可能发生的是t 然后在这一边 他有四个triangle 然后他问谁跟谁是congruent 所以在这一边 他这两个一样长度的中间capture的是100 然后这一个就不 跟上面那个不一样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是 两个 capture100 所以是1跟4 ok 这两个同样长度的capture100 1跟4 所以他答案是1跟4 1跟4 only 所以答案是c 对了 所以他答案是d跟c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d跟c 对 好来我们接着再来看第19例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要我们找median 哦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要找median呢 他有一定的难度 ok 然后 我这个是我的frequency 然后我教我的学生的方法是用crimal frequency 5 5加4 9 9加6 15 15 然后 这一个15加5 20 27 33 所以我这边有33 5 50 20 33 对 1到5 6到9 10到15 16到20 然后 21到27 然后28到33 23 所以我的median的话呢 他会是等于那个什么 N加10 N加102 TH 所以他是33加102 TH 所以是 34 17 17个 17个是8 OK 17个在这一边 他就在这一边 OK 对不对 OK 所以他的答案是8 当然 这一题他还有另一种做法是554123455次 6 64次 123 4 1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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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8 5 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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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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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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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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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0 9 10 10 10 3个 然后各4个 各4个 各2个 各2个 各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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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是1 2 3 4 5 6 7 8 9 11 12 13 14 15 16 17 第17个是8 ok 好 这样的一种方式 好 来在这一边呢 他是这一边 他说他的目是3 Mod是3 Mod是3的时候呢 他就是highest frequency Ok 就是说这一个是highest frequency 所以他是要大过8 大过等于8 Ok 他一定要大过7 7是最 暂时是最大的嘛 所以8如果是7的话那就变成两个Mod 2跟3 6的话Mod是2 啊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BD Ok 来我们看一下他答案是 BD 正确 Ok 好 可以 好了 我们接着看section B 他在这一边他有一个regular polygon Name the polygon and state the number of axis of symmetry So 这个是regular pentagon Ok regular pentagon 因为他是五边形 So 他的number of axis of symmetry 会是5 当他是五边形的之后他就有五个axis of symmetry 一个 然后两个 然后三个 然后四个 然后五个 So 他这边是五个 So 他这边是五个 So 我这边有12345 So n等于5 是regular pentagon So 在这边 他的midpoint是什么 加起来除2 5加11除2 然后 3加1除2 5加11除2 16除2 8 4除2 8 2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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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呢 这一个是 2加8 除2 然后 5加9 除2 2加8 14除2 5 然后 14除2 5 7 所以他这一个是 5 7 然后这一个是 8 2 好 来 在这一边他要我们mark Go Statement is true X Not true The 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a polygon Polygon is 360 这一个是 Not true OK Sum of exterior 是360 The sum of interior angle of polygon Depend on its number of sides So 他是 N.2 乘以180 所以他是 based on 他的 这一个N 就是他的 number of sides 是N 这样 OK 所以我们有 差勾 所以我们 看一下他 给的答案 So regular pentagon 或者pandagon 接受N8257 插钩 对 8257 插钩 好 来 接着我们 再来继续下一面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第一个是他的 Radius 就加利 这一个是 Radius 也就是 加利 这一个是 Circumference OK 6滴滴 但 他的那个 呃 外面加上来 Code 的话呢 是 这样的东西 叫做Code OK 他碰到两个简 然后他又不是diameter 这一个才是Code OK 好 Circumference 因为他是他外面的周长 圆周 圆形的周长 然后p mark onto the field 然后 呃 他问他是不是function 还是不是function 所以这一边他有 渣栏 有渣栏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 不是function Not a function OK 他Not a function 有渣栏 所以不是function OK 然后就是因为他 2有两个image 所以他不是function 我1接去6 这一题呢 这一边第2个的呢 你把它画出来会比较 清楚 所以他在这一边 1接去6 然后 2也接去6 3 接去 2 然后 4接去8 所以我在这一边 1接去6 2也接去6 3接去2 然后4接去8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 是一个function 因为他没有杂栏的存在 他有没有自卑栏的存在 所以 不自卑栏的存在 他也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问 这一些是true 还是不对 cylinder cylinder的话呢 他就是上面是一个 圆圈下面是一个圆圈 这两个圆圈都是属于flat的 OK平了 然后 过后呢 再跟他这样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然后他有一个curve surfac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true的 他是2flat face and one curve surface and one curve surface 所以 所以这一个平呢 是这一边 还有这一边 curve的是在这一边 然后他说con 他有一个curve surface 跟一个vertex 感觉上是 对的 可是事实上呢 呃 后面的答案给他是错 然后我就心里想 为什么会错呢 因为他有一个curve surface 是 这个curve surface 这一边 vertex 对 这个是他的vertex OK 可是他少讲了 他还有一个 flat face 他没有讲到 还有一个oneflat face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他是nottrue的 这样 OK 好 来 在这一边 他要我们complete the table in the answer space so distance 420km hour 是6h 然后我们知道 他的 那一个 speed 等于distance over time so 我们知道 speed 等于distance over time 所以他distance 是420km 他的time 是6小时 67 42 70km per hour 然后 接着呢 这一个是 20second 这个是speed 这个是time 然后我们知道distance 等于speed 乘time 所以他是12.5乘20 so我在这一边 我有420 per 6 然后拿到的会是等于70 然后 过后呢 我们的 这一个 12.5乘20 然后我拿到的是250 所以他的 这一个会是等于 250m OK 他的单位是对应的 meter per second second 然后所以他出来的答案是meter 所以他这一边是这样 然后他叫你找value ok so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他的gradient都会是一样 所以我的这一个 k-8 除 4-3 k-8 4-3 是我的gradient 会是等于这一个 8-2 除 3-1 所以我的k-8 除1 等于8 8-2是6 然后在这一边 他就6除2 然后他这个是3 k-8 等于3 k-3 加8 等于11 所以他的k会是等于11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答案是 70km per hour 250米 然后10米 对 所以我的答案正确了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要你 画他的那个reflection so斜半格斜半格 在这边我给他名字吧 pqr 吧 所以这个是q 斜一格半 半格1 这个是我的p 写一个半 半格1 这个是我的r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 这样连接起来 pqr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ok 好 在这一边他是25个 然后他要你 弄好他的frequency table 所以0的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1234 然后过后 1的有1234567 7个1234567 然后2的有多少个呢 2的有123456 123456 然后接着3的有几个 123456 然后过后呢 我们再来这一个 呃 4的123 123 123 然后5的有几个 5的有1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4加 7加 5加 4加3加1 144h 56 24 他总共有24个 哎25个 A7 这个是6来了 5加16 这个是6 Ok 所以 spray whoa OK 所以 ava 476431 476431 对了 OK 好 Section B的结束了 好 来 我们进入 Section C的部分 它是一个Pascal Triangle 4加60 这个就21 17 21 345 Pasimetry的 这个是1 我差点没有看到这一个格 然后这里摆摆快扣一分了 他这边是有 OK 好 这样 接着在这一边 它是一个 Cylinder 然后它的Success Area是170Pi 它的Radius是5 然后它要你找它的Hight So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懂的就是说 它告诉我的只有它的Radius 它的Radius等于5 OK So它Radius等于5 这个是它的Hight So我们知道呢 它的 Cylinder是2πr²加πrs OK 是它的Surface Area 170Pi 你看 全部都有Pi 所以我全部一起除Pi 然后它就有变成25²加5 我Formula在那边写错了 所以2πr²加2πr H OK πrs那个空的 170Pi 然后全部都有Pi 越越 所以它这一个是25²加25H 等于170 10H 等于170-50 这个是50 这个乘住来 250 50 这个是50 所以它这一边是120 所有的H等于12 所以它答案是H等于12 Cm 所以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H等于12Cm 对了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它是一个Prism 它叫你找Volume OK 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是4 OK 我要的只是它Volume了吗 所以我的Volume的情况之下呢 是Area乘以它的Hight Area是120 12×6×4 再乘以它的Hight的话 这个是15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102 然后乘6× 6×4×15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180 所以它Volume会是等于180 Cm 好 接着在这一边它是一个Square Pqrx是一个Square 然后TU这一些是它的Mid Point T跟U都是它的Mid Point Perimeter of Shader Parts是Y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Square 这个是Y加4 Y加4 X加4 X加4 然后 这一题呢 高手怎样做呢 高手加 我把这个推过来 把这个 推下去 然后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 其实 可以直接跟它合起来 X加4 X加4 所以Y呢 Primitial 是直接4的 X加4 所以它是4 X加16 那 这样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这个是属于高手的方法 OK So 毫无难度 三分拿到手 出题老师会被气死掉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它希望你做的事情是 它把这一边 评分 所以它是 X加4 除2 然后这一边它也是 评分 所以 另一边它也是 X加4 除2 所以它的Primitial 是两个 X加4 再加 1234 4个 X加4 除2 然后我这边 越2 然后我再跟它乘进去 乘进去 所以它就变成 2X加8 加2X加8 然后等于4X加16 CM 嗯 好 就是这样啦 OK 好 接着在这一边呢 它说 Triangle KLM 是Image Under the direction under the line Q Coordinate of KLM K 写一格 写一格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K-Prim 所以它是向前走0 向上走2 02 L呢 是写一格写两格半 半格 一格两格 来到这一边 这一个是 0-1 所以是0-1 然后 M的话呢 一格两格 三格 一格两格 三格 这个是我的Empline -2 0 -2 0 就是这样 OK 好 然后其实我的这个东西我可以这样 跟它连接起来 还是这样 OK好 就是这样 呃 这边 这样 就是这样 对 好 好来 在这一边呢 我刚刚呢 它的这个 我是用perimeter 但是它讲是Y 所以这个我要写成Y 然后 我刚刚的这个东西呢 你是心里想啊 如果啊 我们在小学 我把这个变成一个小学的题目 OK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有这个图形 OK 我有这个图形 然后我的这个图形呢 我要找它的那个perimeter OK 它告诉我呢 就是说 它在这一边 它告诉我 呃 假设它给我这个是8 OK 然后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知道这边你是8嘛 它图一半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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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嘛 So 我就会变成两个8加4个4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刚刚把我的这个4 踢过来 移 成这一条线 我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合上来 然后这一边是4 这一边是4 这个是4 然后我把这一个踢下来 这个也是4 所以它这一边是8 8 8 所以我的这个是 它也可以是跟这个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8加8加8加8 4个8 同样的道理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所谓的高手的做法 所以我就直接 x加4x加4 这两条合起来是x加4 这两条合起来也是x加4 所以 我就变 这个x加4 就是这样而已 OK 好 接着在这一边 它的Diagram 19 它要Draw the image of JK Under Rotation 90度 Andy Clockwise 逆时 再Origin 这个有难度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这一个 很变直很变直 这个是我的J'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边 这个是这样 来到这一边 它是 24 23 23 24 来到这一边 这一个 OK 这一个是我的L' OK 然后 这一边 登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 这一个 K来到这一边 它是 2424 来到这边 2424 这一个是我的K' K'是这一边 OK 所以我把这一些全部都跟 连接起来 我J跟J' 连接起来 K跟K'连接起来 然后 K'跟K'连接起来 这个是 JKL 你看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原本的图形是这样 我原本的图形是这样 然后 我 处时度历时 它就会变成这样 JLK JLK 对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的L' 这个是我的J' 这个是我的K' 就是这样 然后 他说 The collineate of Image of P Under translation 0-7 是这个 这个是他Image 然后他现在用的是Object 我们知道Image等于Object加Translation 所以我的那个Object会是等于我的Image-Translation 所以是7-0 然后 3-7 所以他就会变成7 10 OK 然后 呃 你 检查答案 7 3在哪里呀 向前走7 向上走3 7 3 就在这里 7 7 1 2 3 然后 这个是7 3 是我的P' 你看 然后我的 7 10 是我原本的 7 710 是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P' 710 所以他的0-7 0-7 就来到这一边 然后向下走7 对了对了 OK好 就是这样而已 710 然后还有这个JKL 是这样 所以我画出来的东西是这样 对了 然后还有 710 OK好 好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题他要simplify 他这一题他有两种做法 OK 好 第1种做法是怎样吗 就是说 我在这边我这个沉进来 这个除 所以他会变成9w-12x 加这个除这个 他就变成5x-1 所以他这一边呢 就会变成9w-7x-1 OK好 这个是第1种做法 第2种做法呢 就是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沉进来的时候 他会变成9w-12x 加我上面把5抽出来 5x-1 除以5 然后这边越越 所以他会变成9w-12x 加5x-1 所以9w-7x-1 所以我们这一边就有5-12 等于减7 对了 OK好 来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有 那一个 regular hexagon 六边形 然后 他是一个square 所以这边是90度 然后 他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哎 这个跟这个同样长度 square 这一个又一样长度 所以这一个 等腰对等脚 这边也是x 这个是regular hexagon 所以我就有6-2 然后乘百八 再除以6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就有 4 然后乘百八 然后再除以6 OK 然后拿到是120 所以在这一边我拿到是120 所以这一个是120度 然后90度 所以剩下的这一边呢 是360 减120 再减90 所以他拿到的是150度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150度 所以我两个x加150度等于180度 所有的x会是等于180度 减150度 除以2 然后拿到的是 15度 所以他答案是15度 所以 9w-7x 好来 在这一边 它是p跟q 然后pqr是isrocerate 等 变三角形 然后 r是above 的x-axis 就x-axis 上面 OK 然后area 这一个pqr是36 他要你找出r 所以你先讲 他其实是这样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他的底 减21 然后61 OK 所以他这一边是8格 所以他的b是8 2分之1乘8 乘他的h 这个是他的h OK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他的h 这是等于36 所以他的h 等于36乘2除8 所以我这一边 36乘2除8 然后他拿了2的答案是9 所以他的答案是9 OK 所以他这一边的h 是9 36 等于9 所以他向上走9 那这个是1 向上走9 所以我的这一边的 这一个 1加9 等于10 所以他这一边他的中间是多少 他中间这一边 他是-2加6 除2 然后4除2 所以这个是2 所以这一边是20 所以他答案是 R是20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他的答案 5度 然后20 对了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如果啦 题目 没有 讲他是在above 的话呢 他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属于他在below那边 他在下面这一边 OK 然后 他在下面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样这一边是9的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他的y的部分呢 会是等于 1-9 等于-8 所以他会变成2-8 R是另外一个R OK 另外一个R 第二种选择 OK 好 就是这样 好在这一边呢 有学生就问 老师为什么这个R 会是在这一边是这样的形状 然后我的答案是 这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 逆琳考虑出了很多次 然后 做到烂了 然后不可以这样讲 然后真正的原因是他说 他是 等辨 三角形 等辨 OK 等较对等较 PR 等于QR PR 等于QR 就在他上面 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等较三角形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 2x2-5 2x2-5的话呢 我们知道他是 笑脸 然后他经过下面这一边是 -5 这样 这个是他形状 然后我的m跟m跟p的value呢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我的m等于2e square-5 2-5-3 OK 所以这个是-3 然后我的m等于2乘3 square-5 98 13 OK 所以这个是13 然后 过后呢 我的p呢 是24 square-5 44 16 32 32-5的话 32-5 就27 So在这边我要检查答案其实很简单 我在这边我按mode 然后 第六个table 然后他这一个是2alpha x square -5 然后start from 0 10 at 5 然后step size is 1 你看他这一边就-5-3 13 OK 那这一个m就start了 然后过后呢 接下来的这一个 34 1327 1327 看到吗 13跟27 这样 所以 这个计算机是 超 强的 我们计算机这样直接按一下 那个答案就直接出来了 OK 前提是你懂得怎样去按 就是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 我就写他的这一个equation出来 2x square-5 OK 然后过后呢 我就再来按他的这一个 呃 这一边 start from 0 然后 end at 那一个 什么 5 然后他的step size 还是 这样 这个是用table的方法啦 OK 然后你下一步就可以拿到这一些东西了 然后其实我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我按Mod 1 然后我在这边 2alpha x square-5 so你用570ms的话你也有这个功能 然后clc你放1的之后等于他放-3 clc你放反的之后他得到13 clc你放4的之后他拿到是27 所以这个就做到了 然后接着呢他要我们画他的bluff 然后是2cm1unit for x-axis 2cm5unit for y-axis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 呃在这一边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2cm1unit和2cm5unit OK 然后他这一边最低的是-5 OK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那个 tools 我现在要的是shape 线 OK这一条是我要的线 OK 黑色的 OK好 然后 012345 嗯 所以我从这边这样开始上去 OK 在这一边我这样继续吗 其实我觉得画graph这种东西哦 大家应该会的 我其实不用画的 但是 完整啊 这个是y 然后 这一边 这个是x 所以他在这一边 0 1 2 3 4 5 然后这一边是-5 2 2 5 5 10 然后 15 然后 25 20 然后 25 然后 然后接着30 他最多的那个号码是多少啊 刚刚的这一个 45 哇 45 30 35 45 接着 40 45 哎呀 有弄错吗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啊 他还在里面呢 中解 OK好 来我的这一个点有什么呢 0-5 0-5 所以我在这一边 0的时候呢 是-5 然后 1的时候减3 1的时候 还是减3 0-5 0-5 1的时候减3 减1减2减3 1减3 2的时候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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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3 1 2 3 2的时候是3 然后 3的时候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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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的时候是10 1 12 13 3 3 4的时候 2 7 4的时候 2 4的时候 2 2 5 2 6 2 7 然后 5的时候 45 5的时候 45 在这边 好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的RAV是这样 我用电脑画很难画 OK 你们自己用 那一个 笔画的时候呢 你就要 画几遍给你先 然后 到它的shape了 然后你再来一笔 画上去 OK 我没有一笔画 我 OK 好 算了 可以啦 好 就是这样 够丑 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 嗯 好 来 这一种画graph的东西 还好啦 好 来 接着c它说 它有72粒红的 和 蓝色的 椅子 在一个教室里面 然后 chairrandom properity of blue 是 2和3 OK 在这边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m有72 我有red 跟blue so我的property of blue 是 2和3 所以我的property of red 是 1和3 所以我的72 乘以2和3 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 72乘2和3 我拿到的是 48 所以它在这边 它这一个是 48 然后 乘1和3的话呢 OK为什么是1和3 一件 全部的三分之二是蓝的 剩下的是 1 3分之一 所以是24 好 在这一边 它说 铺 两个蓝色的 taken out 所以在这一边 它减掉两个 总数也减掉两个 然后它现在要 property of red 所以在这一边 它剩下70个 So property of red 的话呢 就是 红色占了 剩下的几分之几 24和70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24和70 然后我拿到的是 12和35 所以它答案是等于 12和35 就是这样 12和35 好 所以我的 答案 这一点 它是 那个 减33 227 然后 画那个graph出来 然后 它是10% 33 20% 66 哎 我 没有看清楚题目是吗 它在这一边题目讲什么东西 它说 4个red 哦 4个red的拿出来 所以我这边没有看到 减4 减4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就剩下了 66 然后 所以我的property of rate呢 就分子分母 所以我的property of rate 分子剩下20 分母剩下66 所以我在这一边有20和66 所以我拿到的是10和33 所以它答案是 10和33 OK 所以它答案是10和33 对了 好 来 接着在这一边 它是pq 然后它要你讲它的x intercept x intercept就是3 y intercept 是-2 然后 gradient of the pq gradient就是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所以它是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等于 negative 2-2 over 3 它会变成2和3 当然我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呢 它还有另一种做法 另一种做法是什么呢 另一种做法是我用 呃 gradient等于 这个是向前走3向上走0 向前走0向下走2 gradient是0-2 除3-0 然后2和3 然后 这个是另一种做法 OK 好 so都是拿到2和3 OK 这个是用 y-y等于mx-x的方法来做 这样 OK 好 settle 在这一边 它是一个sector 然后 common center of Polimitor of shared region 这个是 整个 是21 14加721 这一边是21 然后 data是60度 所以 我要找AVD的话呢 那是60×360乘2 乘22×7 乘 那个R 22×7 2πR 22×7 乘R R是14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 这个6×36 然后乘 22×7 然后再 乘14 6×16 乘 2πR 乘2πR 所以它是44×3 所以这个是44 3 然后 这个是我的upAD 我的upVC呢 会是60×360乘 2×22×7 再乘21 所以 6×362π 这一个是20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22 所以它答案是22 所以 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那个Polimitor Shared region 会是等于 44和3加7加22再加7 这个是7 然后这一边也是7 这个是44和3 这个是22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就有 这一个 44 3 加7 加22 加7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1523 OK 1523的话呢 我把它再变成 这一个 代本数 我自己本身会比较小 代本数 所以它答案呢 等于 56 23 Cm OK 当然你也可以换成小数啊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不鼓励啊 OK 所以它的这一个的答案是 什么 哎呦哎呦哎呦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是 5623Cm 对了 好在这一边 他说Sheila 驾他的车去PCQ 360km 这个是他distance 他0900开始 然后 然后这个是分段题 呃 OK 好 来 这个分段题呢 他是在这一边 他的 这个部分呢 你要找出每一段的distance 那个每一段的time就ok了 去Q 总共是360km 然后他0900开始 3个小时3824 所以我在这边他这个是 呃 他在这边他就有stop Exact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 呃 speed e 是80km per hour time e 是3小时 所以他distance e 等于speed e 乘time e 等于80乘30 240km 所以这一个我的distance 2呢 是 360-240 等于120km 然后他的speed 2呢 是60km for hour 然后他在这一边呢 stop for 1小时 然后我的time 2呢 是distance 2 除speed 2 等于120 除60 等于2小时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就 9am 加 3小时 再加1小时 再加2小时 12点 3点 pm ok 所以3点pm 或者是我这一边 我是 什么 09我有hourminute 9000 然后他再加312 加上来 这一边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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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所以这一个是1500时 so 什么 所以他的答案是 1500hour ok 所以他答案是1500hour 1500hours ok 好 就是这样了 在这一边呢 好在这一边呢 他是number of mook by a group of student in one state the mook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我这一个他是 呃 2 我重写啦 2 3 4 然后 6 6 7 7 7 8 8 10 8 246 8 10 10 10个学生 246 8 10 10个学生 所以我的mode呢 是7 因为7出现最多次 min的话呢 是全部加起来除 所以我就有6加10加2加7加6加7加4加3加8加7 然后再除以10个 10个 ok 所以在这一边除以10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2加3加4 2加3加4 加6加6加7加7加7 1加8加10 ok 我拿到的是60 所以他是60除10 等于6 所以他的min就是平均平均就是6 所以他的mook是7 min是6 ok好 来我们继续再看下一点 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是30 颗数 然后 呃 ok 先去 工厂process的complete the frequency table 在这一边 120到129 120到129 就12开头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这个123 130到139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6个 所以 123456 140到149 12 3456 7 8 9 10 11 11 11 所以12345 12345 12345 150到159 150到159 123 4 5 5个 然后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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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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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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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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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在这一边 他说Based on the frequency table obtains the model class 他的mod class就是1-0到1-9 所以他答案是1-0到1-9 然后在这边calculate the mean ok 残了 这个mean呢 我assume他要我用 他的这一个已经变成frequency table了 ok 它要based on frequency table的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能够做的事情是 我的这一个ok 这一边我copy过来 然后容易做在这一边 好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这个是这样的东西 来到这一边 ok 好 所以我的这个是我的f 然后我还有x这两个加起来 除了120加129除了124.5 134.5 144.5 154.5 还有164.5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是 120加129除了120加129除了120加129除了 以此类推了 ok 它就会拿到这个124.5 134.5 144.5 这样的东西 以此类推 ok 好 那物品是这个是3纸呢 当然 one of x 然后我再这一边我们就有fx fx 3x 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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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x 3x 4x 4x 5x 4x 接着我就有154.5乘5 然后164.5乘5 然后我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的话呢 我的sumofm会是等于30 然后我这一边是77 加3179 加1545 加1645 和2分母都是2 再加807 然后我拿到的是4365 我的sumofx等于4365 so我的min的时候呢 记得我们一定要写完整的 就是3乘124.5 加6乘134.5 加11乘144.5 然后再 这边不够 好分解 然后再加 加这个5乘154.5 然后再加6乘164.5 然后它分母是3加6加11加5加15 这样的一些东西 OK 好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min 等于 这一些 这样 然后 格 这个东西 然后 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这样的 所以它等于4365除30 所以这一边除30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145.5 145.5 好 所以它答案是145.5 对了 刚刚好时间结束了